我叫曾佩伦,2011年,读大三的我嫁给,了年长自己18岁的男友,并很快从中山大学修学,生子,一时间一论废汤,有人跟我说,你一定会后悔的,八年过去了,回看自己高密度的人生经历,同时读书工作结婚生子,还实现了人生理想,我可以很自信地说,我没后悔过,作者曾佩伦。 我和风子的缘分,是一场小概率奇异事件,我生在1989年,广州人,中山大学新闻系学生,风子生在1971年,武汉人,毕业于中山大学力学系,如果把时间倒带,那一年,我刚出生,风子从家乡来到广州求学,后来,他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里兜兜转转,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文艺大叔, 2010年7月,我们在广州一家小咖啡馆里相遇了,热爱摄影的我正在制作一个视频采访,风子是其中一位受访者,风子对我说,因为我是个生于1989年的女孩,他才注意上我的。 而我这个颜值控,觉得这个长腿大叔,还挺有意思的。摄影大惊,在和风子认识一个多月之后,我就去韩国大学当交换生,异国的距离反而让我们的关系快速升温,许多人看来横在我们中间的18岁年龄差,被打赛在我们一个又一个,开心的跨国思念游戏之中, 而且这个恋爱起来像龙卷风一样的家伙,完全看不出来,是一个比我大18岁的大叔,比如,我们答应对方,开始吃东西之前,先拍一张食物的照片发给对方,好让对方知道自己吃了什么,这样的菜照,我存了500多张。 在比如,在四个月时间里,风子飞了四次首尔,和我一起在首尔的大街小巷穿梭,在那几个月里,当我们分隔两地的时候,风子每天都会读一个童话故事,精心挑选背景音乐,录成节目来发给我,让我在晚上听着入睡。 这样的风音机,我存了1107,而在风音机里,他坚持得最认真的一件事,是不断向我求婚,和我结婚吧,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,直到2010年圣诞平安夜,在首尔的一家民宿,39岁的他穿着白衬衫和苏格兰巡,正式向我求婚了。 在他打开解纸盒的时候,我笑着伸出了我的手,我愿意。其实我心里已经深深同意他对我说的话,为什么不在最爱的时候结婚呢?如果谈恋爱谈到彼此厌倦,不得不选择分手和结婚两者之意时,结婚就成了一种无奈,而不是幸福了。 2011年1月27日,我和风子结婚了,消息很快传遍校园,各种议论铺天盖地,大学辅导员代表校方给我打电话,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 想清楚了,就好好生活,一定要幸福,很多人都不明白,我为什么这么早,还和年龄相差18岁的人结婚。 更有网友评论道,你一定会后悔的,当时我总不由自主地想,十年或二十年后,做出这些评价的朋友,与我和风子的命运各是如何呢? 和她在一起就准备好了接受她的一切,结婚之后,我搬进了风子租住的三十平方米出租屋,每天,我们一起坐公交车,她上班我上学。 晚上,我们约好一起回家做饭,结婚前,我是一个被圣女心态包围的女生,会写一些感情细腻的文字表现自己。 婚后,我终于可以以最舒服的形态去生活了,不用像以前那样太在乎别人的眼光,而且早结婚最大的好处就是,再也不用为要不要结婚生子这种事情烦恼了。 当然,前提是你遇到了对的那个人,破旧的出足无底,整面墙上挂着疯子热爱的绝世月喷话,有一天,疯子说,要不每天睡觉前,我都给你拍一张床照吧。 就是在这里,我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披露手机拍照计划,而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御用手机摄影师。 上千张的披露照片,成了我们相处时光的最好见证,更满足了我一直希望有个摄影师男友的幻想。 2011年2月,我们去泰国度蜜月,经历了韩剧般的情节,车祸和短暂失忆,在清迈,我开着摩托车下山,疯子在后座抱着我。 在一个急转弯时我们连人带车飞了出去,据说,我睁开眼睛后只会反复地追问,我们在哪儿?怎么了?为什么? 疯子紧紧抱着我,反复回答我的问题,我们在泰国。 到医院之后我才恢复了记忆,再从医院回旅馆的嘟嘟车上,打着绷带的我们将手紧紧牵在一起。 那一天,恰好是情人节。 9月,当我看见验韵棒的一瞬间,并没有传说中的大脑一片空白云云,竟然有一种终于中高了的兴奋感,而一直拖着没有拍的婚纱照,也就马上提上了日程。 我赶紧找摄影师,帮我们拍了一起裸体婚纱照,既然我们是裸婚的,不妨结婚照也一裸到底。 其实,记录爱情,这样就足够了。摄影平身。 10月,依次运期检照查必超时,我的腹部里显示一颗小流,据说,那是当时我妈妈肚子里的另一个配胎,理应是我的兄弟姐妹,未发育完全于是留在了我的身体里。 意想到可能因此而危及到宝宝,我陷入了一种似乎整个肚子空空如也的失落当中,为此我做了肌胎瘤切除手术,风子在医院陪我住了三天。 11月,怀孕的消息,传到教导主任那里,学校通知我回校办理修学手续,生育完以后再办理复学,大学隔壁班的同学给我拍了一组照片,作为她的毕业作业,边读大三边当妈。 后来,一家报纸发表了这组照片,随即引起热议。 2012年6月,在我们学院的毕业晚会上,一位女同学在毕业纪念视频里说,大学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够成为岑佩伦。 当我听到这句话,心中一阵窃喜,不,是一阵狂喜,哈哈哈哈哈哈。 摄影正愉悦,休学之后,我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袋鼠妈。 我去报了医院的孕妇培训课程,另外也一边在帮忙疯子创业的项目,当时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,但我们在一起做共同喜欢的事,几个朋友都干尽十足。 在啤酒派对、音乐节、创意试集和书店等等年轻人扎堆的地方,努力推广我们做的摄影APP。 2012年5月,在预产西前两天,我依旧活跃在音乐节活动中,帮忙做拍摄推广,摄影打打。 小孩终于出生了,曾凡人是我们当时给他取的小名,在发现不能随便姓风姓伦之后, 疯子坚持让小孩跟我姓,我绝对要取两个字真费劲,就从祖谱中找到了凡自卑,然后觉得曾凡曾凡,不如就叫真凡人好了,一拍即合。 2012年5月12日,顺产男孩,从此世上多了一个小凡人,而在母乳未养他15个月之后,最凡人的事情就是变成平凶了。 对于我和大18岁的疯子恋爱结婚,读大学期间就生下小孩,父母居然完全支持,我更没有理由拒绝了,疯子向我求婚,爸妈说,你觉得幸福就好了,我们支持你。 后来,当我回国见到憔悴了一圈的妈妈,才知道她做了一个肺部肿瘤切除手术,而爸妈未对我吐露一个字。 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告诉我的,人生无常,该爱就爱,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抓住今天和幸福,才是最最重要的。 图类我的爸爸抱着刚出生的小凡人,2013年1月,赴学回到学校,本来已经修够学分的我,发现因为政策需要补修一门课。 我偶尔回学校上课,有时疯子也会陪我去,就像当年在首尔做交换生时,他会到学校里等我下课。 而更多时候,我在做自由摄影师,为各种杂志媒体拍摄照片,由于有父母和疯子帮忙带宝宝,有了小凡人其实并没有多么凡人。 出门在外总是挂念小凡人的猛态,才是真正凡人的事呢。 2013年5月12日,小凡人一岁生日的那天,也是母亲节,第二天,我出发去乌镇戏剧节出差。 这也是生下他之后,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多天,十二个月了,我还在母乳喂养,存下了一冰箱的母乳。 小凡人会想妈妈吗?这么多天都看不到妈妈,她会哭嘛。 2013年6月,这次我正式领到了毕业证,从和疯子恋爱到成为大学生妈妈,我身边不断有质疑和询问。 事实上,我的生活和感情,似乎已经和同龄人相差很远了,他们在应付期末讨试时,我已经在享受家庭之乐了。 但是另一方面,大家又差不了很多。 在我正式毕业的时候,以前的同学都已经工作了一年。 不久,同学们也纷纷开始了结婚生子的生活。 这样看来,我只是比他们早了一点。 201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和疯子在散步的时候,做了再生一个宝宝的决定,我的理由是自己是独生女,小时候的日子太孤单了。 疯子的理由有两个,一是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,只爱一个儿子的风险太大了,二是赶紧怀上的话应该可以生一个双鱼座女儿。 结果在2015年3月23日,我顺产生下了老二,是个白羊男宝宝,哈哈哈哈哈哈。 平常,我们会带着两个宝宝,去逛动物园和美术馆,也会带着他们去看我做纹身。 他们很小就见过爸爸身上的纹身,是一个吹小喇叭的爵士大师,后来终于在妈妈身上见识到了纹身是怎么来的。 我们跟他们说等长大了,也可以将喜欢的图案纹在身上,虽然会很痛,就像打针一样,一针一针戳到皮肤里,打上几百次,但是很酷哦。 宝宝出生前,疯子对外这样形容我,她从一个不善拒绝的善良女生,渐渐演化成了一个笑点奇怪的傻太太。 可以预期的是,下一个进化阶段,肯定是一个有一点严厉,又容易因为爱傻笑而失了权威感的妈妈。 结果事与愿违,在老大上小学,老二上幼儿园之后,我就变成了一个时常被发怒星人附体的妈妈,整天被两个导弹鬼搞得火冒三丈,家里时常响彻着我的吼叫。 所以最近两个小家伙最爱看的一本书就叫做《救命》,妈妈是发怒星人。 疯子说,没想到你也会变成一个爱发脾气的老妈呀,不过她也好不到哪里去,只要进入陪儿子做作业模式,她同样也秒变发怒星人。 对于我的许多人生疑惑,年长许多的疯子都能给我新鲜又有说服力的答案,当摄影师是我读大学时的理想,有了疯子的支持和陪伴。 毕业后的这些年,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拍摄工作上,从自由摄影师到时尚杂志图片编辑,从时装摄影师纸片,再到偶像女团摄影师。 我一直在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,宅仪师中一生,则一人共白头,是多么幸福的事。 摄影师,从相差18岁的忘年热恋,到一起养育两个宝宝的七年之养,从一个大学生妈妈,到生了二胎的自身妈咪。 我也从21岁的少女,变成了将近30岁的中年女性,生活似乎发生了天乏地赋的变化,但又好像一切平常。 回想起大学结婚休学生子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情时,有种荒诞又自然的感觉,荒诞感大概来源于我在同龄人专注读书的时候成家立业,而相爱的人在一起又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 摄影李莎,有可以全心全意去爱的三位男子在身边,也知道他们同样的爱着你,没有什么比这种确定感更让人安心了。 我和疯子始终认为,从恋爱到现在的种种轰动经历,并不是我们勇气多大,而是恰好而已。 至于未来,就像疯子说的,未来像过去一样,一切皆有可能,爱生活的人也爱自拍,欢迎关注原创图片栏目自拍。 每周给你好故事,如果你也有够有趣够私人够特别的故事,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聊。 一经采用,稿筹5000到1万元。 投稿邮箱,SELFIEBTEDANCEITGMAL.COM 我们下渠道中的讯息,欢迎订阅识看来,我们下渠道中的讯息。